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2月20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过今天的新闻提要 香港大学前法律学院教授批评23条摧毁人权 香港六名获推荐出任高院法官中有3人 未获上届政府任命 中国海警强制登上金门邮轮检查 游客担心被送中回不了台湾 详细的新闻内容 港府就基本法23条进行咨询之制 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戴大为出版新书 分析香港人权 自由如何被摧毁 戴大为曾经是基本法23条关注组成员 他接受本台访问时指 2003年时香港还有法治 如今23条立法内容明显更广 更辣 忧虑大陆的国安法直接被套用在香港 将难以捍卫一国两制 而同样是23条关注组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 2003年时没有立法的迫切需要 如今在港区国安法下 已经有立法的条件 听下董书月报道 国际特色组织英国分部 上个礼拜五晚在伦敦举办座谈会 前港大法律学院教授戴大为 在会上分享他的新书 《Freedom Undone》 讲述香港法治近年的转变 并探讨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对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破坏等 也问到港府将就《基本法》23条立法 对香港法治有什么影响 大大为指出 由23条资讯文件可见 港府明显采用了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法规体系 相信最终版本 会和大陆的国家安全法一样广泛 而《基本法》23条将受《港区国安法》约束 预计有相同程序 包括反对保释 审讯不撤陪審团等 他说港府采用《中国国安法》的广阔定义 保留和扩阔不少国家已废除的煽动罪 当局认为 内地适用的国家安全条款 都适用于香港 在这种情况之下 捍卫一国两制变得很困难 令香港近似中国大陆社会 现在按照这个新法律 他们全都逃避 按照国安法律 但按照新法律 他们会太危险 研究任何人材质疑 因为他们可能被批判 犯罪障约束约束约 或外国际 22年前 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进行咨询 但大为当时是23条关注组成员 对于现在和以前的立法环境 有什么不同 他认为当时香港还有法治 但现在国安法已经实施 今次23条立法明显更广阔 近嫌弱 行会成员兼资深大律师汤家说 当年同样是23条关注组成员 他星期二对本台说 现在和当年的立法环境分别很大 形容现在社会、司法制度 和2003年比较 完全不可统一而言 当年普遍认为是没有什么需要 没有那么迫切成 没有人能够说到 街头运动不涉及暴力 所有的示威都是正正有求 没有人扔下榴弹 毁坏公共设施 没有外国势力的滲透 没有中美的国益而引致 外国势力滲透香港 令香港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地方 我们已经有港区国安法 港区国安法也已经作为一个先例 是将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文 和法治原则写在法律里面 汤家驊强调 当时他并非反对立法 认为很多人都误解了 当时反对的是立法方式 要求广泛咨询 现在虽然咨询时间短 但形容是可以接受 是一件好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越报道 23条应变反博队接连出动 其队长、保安局长邓炳强 周日批评前港督彭定康 英国国防大臣 和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后 周二又将矛头指向海外组织 去批评香港监察联同外部势力 发联署声明抹黑23条立法 形容是无中生有 误到同动客香港市民和企业 听下《纯音情文》报道 邓炳强引述声明指 煽动意图罪 在23条下会刑事化和平批评政府的意见 邓炳强指出这是错误的 并且指23条立法 这针对挑拨的行为 基于事实的正当批评并非违法 他并且反驳表示 为什么美国英国有国安法就可以 香港就不可以 要制裁香港的官员 他扬言自己不怕被制裁 他说越制裁越显示我们做的事正确 你们就用黑社会方式动吓我们 邓炳强并且说 外界应先了解海外组织香港监察的背景 指他自黑暴开始 已经不停要求外国 制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赞助人包括不少反华政客 好像是前港督彭定康 顾问就包括一些逃犯 好像是许志峰和黄台仰 邓炳强直指这些人 正被香港通缉 来港之后 是不停做一些危害我们香港 和国家安全行为的人 他并且说 除了香港监察的赞助人 也应该留意80多个组织 当中不少收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 也有收英国政府钱 他又表示 已经和外国领事和不同商会 在不同场合讲解立法原意 例如解释他们对国家秘密 和境外干预的关注点 因为不会误度发网 又指他们听完之后 都表示非常清楚和明白 香港监察星期一 发布一份由人权观察篇写 联同86个组织共同签署的声明 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 声明说 23条立法 有很多異议条款含糊不清 并且将人民和平行使人权 定为犯罪 自信文件更主张延长警方扣留时间 并且拒绝那些因为国安法而被定罪的人 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最多三分之一减刑的资格 他们认为23条立法比起国安法 在人权方面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因此他们建议民间组织 敦促相关政府单位 公开反对23条立法 和制裁有关立法的官员等 同日傍晚 港府也发新闻稿 强烈谴责和反对香港监察 以及其他组织 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 黑以抹黑和不负责任的言论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 联署声明充斥黑以抹黑 和事实传言不符的言论 特区政府必须进行反驳 以正视听 自由澳洲电台 《纯音》情文报道 外媒报道 香港六名获推荐出任 高等法院法官人选 当中一人因为未通过审查 不获任命 另外一人因忧虑国安法自行退出 有法律家人士质疑 当中有政治考虑 忧虑香港的司法独立受损 但有资深大律师认为 未通过资格审查 不一定是因为政治理由 而不能够忠诚地处理 敏感议题的候选人 也都不宜做法官 香港特首李家超胡英子 司法人员委任 军案香港法例处理 听下董书月报道 日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 香港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 曾经在2021年 提名推荐六人出任 高等法院法官 最终有三个人 未获时任特首林郑月娥任命 当中一人面临通过背景调查 另一人就因为忧虑国安法 对香港法律环境的影响而之行退出 报道说 因为事件敏感而未公开候选人的身份 本身是律师的时事评论员 桑普星期二对本台说 获提名人士理论上 已经通过香港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审查 特首的否决权 应该在极端情况之下先运用 他形容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 质疑当中有政治考虑 亦都忧虑香港司法独立受损 桑普都忧虑 在现在香港司法人员不足的情况下 跡压已久的法庭案件一再被推辞 在狱中等待审判的被告人数有真无减 行政会议成员兼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同日 接受本台访问说 不评论个别人士 而因担心国安法而自行退出 但是认为 如果候选人对自己的判断能力有忧虑 就不适合做法官 他又同时认为资格审查是有需要的 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未可以 忠诚地处理一些敏感的议题 特别是政治上敏感的议题 那我觉得你都可能不是很适合作官 第二就是 至于你说资格审查这件事 其实所有的公职人员都需要的 我所经历的资格审查 就不是单纯是政治上的审查 而是你日常生活经济 人事关系 或者任何与钱有关的问题 都会是审查的重点 所以通过不了资格审查 不一定是因为政治理由 香港特首李家超 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 被问到对相关报道有什么回应 他说港府一向按相关法例 委任法官或者司法人员 第二有关司法人员被委任的事情 我们一向都是按照香港的法律 只是司法人员推广委员会的条例 去处理的 而在委任任何法官 或者司法人员 都是按照他在司法方面 和在这方面的专业经验 去处理的 李家超又说 司法人员一向都是按实验 专业 经验 和法律知识处理案件 而且独立审讯 不受干预和无畏无据 也都在国际上有良好后悲 又或特区所立的任何法律 都和司法人员 理行职务士 没有直接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董书宇报道 台湾禁门的今夏游轮 周一在游览大胆二胆岛附近海域的时候 遭到中国海警强制登船检查 令到不少乘客受惊 还有人担心回不了台湾 有学者分析指 在两岸关系恶化下 中国未来将以国内法 处理台湾船越界的问题 不再有缓冲空间 听下李向阳中广正报道 台湾海巡柱上个礼拜 驱离闯入金门海域的 中国三无快艇 期间发生翻船 两名船员匿蔽 中方事后表示 夏金海域没有禁止限制水域 并以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名 在夏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 周一下午4点多 海巡柱雷达和红外线热影像系统 发现两艘中国海警船 在大金梅乌沙角西北方2.8海里 登上今夏邮轮检查 随即派现一艘海巡船 前往应对处理 海委会驻委馆碧玲周二回应表示 这艘观光船的航程 大约两个小时 过去如果遇到大陆方面的观光船越界 通常只会广播劝道距离 所以昨天登检这艘船 对象我们认为是伤害了我们人民的感情 制造人民的恐慌 而且不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 昨天的位置当然是在比较偏陆方的地方 距离中国大陆的码头是1.9海里 距离我们的乌沙角是2.8海里 据金门海巡表示 当时更有6名中国海警登上金下游轮 而船上就有11名船员和23名乘客 中国海警在船舱查验航行计划 船泊证书船长及船员证件等 逗留大约半小时到5点19分离开 淘湾海巡船在5点33分赶底现场 护送金下游轮反抵金门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写中表示过去两岸关系良好的时候 大陆对于不入水域的台湾船舰 通常以广播方式警告 但从中国快艇翻覆事件后 国台办宣布禁止限制水域不存在 就表示以往尊重台方 在禁限水域的执法权就没有了 那他就认为金门周遭的所有的水域 都是他的领海 他有充分的执法权 那当他不要这个新限制水域的默契之后 也代表是说那他以后对金门周边的执法 他会回归到他的国内法律来执行 就比较没有这种缓和的空间 就比较没有为了顾及两岸的关系 而有时候做比较宽松的一个处理 对于台湾交通部航港局呼吁 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拒检 或者用转弯方式突破检查 写中指出金门船只经常往来下门 如果今次逃走下次抵达对岸的兽 必定受到六方制裁 他表示交通部忽略了国际法上的紧追权问题 例如事件发生在中国领海 台湾船只拒检并驶离的话 中方船只可以国际法紧追逃离船 所以我觉得海委会做这个呼吁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台湾的船只 在遭到中共检查的时候 拒检并且快速的向台湾 或者向金门去行驶的话 说不定中共的执法单位 就会利用这个事情为借口 借由行驶颈椎拳的方式 就直接进入金门的尽切至水域 甚至于就过海峡中线 至于上周三闯入金门海域 翻覆造成两人死亡的事件 死者家属周二在海基会 全州台办等单位协助下抵达金门 两名生还船员就在中方协助下 在下周3点30分返回大陆 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李向阳报道 中外长黄毅在莫尼克安全会议上 延迟激烈职责西方政治势力 制造涉疆方言 有流亡维吾尔人用个人的经历 力证中共才在新疆问题上一再讲大话 有维吾尔关注团体呼吁国际社会 不要上当并加大制裁的力度 听下胡瑟南报道 为了重修和西方的关系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国外长黄毅 在第60届莫尼克安全会议 开幕之初方圆伸断 但是在上个星期六的中国专场活动 和其后的记者会上面 面对关于新疆人权的提问的时候 黄毅在展现战狼姿态 指控西方政治势力 制造和散布了太多的涉疆方言 企图阻止中国发展 黄毅说 所谓的种族灭绝 就是一个离天大方 又说所谓的强迫劳动 更加是欲加之罪 西方以强迫劳动为借口 实质上是要强迫维吾尔人失业 他又指中国的快速发展 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惜焦虑 他们编辑涉疆方言的目的 是要搞乱新疆 进而阻止中国的发展震兴 他再制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说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 将为各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黄毅还说新疆躺开大门 欢迎各国人士实地考察 然据土耳其的维吾尔律师 人权活动家加吴兰就同本台说 他自小生活在新疆 见证在中共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底下 将维吾尔人转移到内落充当劳工 将大批汉人引入新疆开发资源 他的妈妈因为曾经到土耳其探望他 回国之后遭到当局报复 先被监禁五年 刑满之后再被混入集中营 他的爸爸2019年从集中营获释之后 却因酷刑离世 加吴兰说 王毅的言论显示 中共不会停止在新疆的种族灭绝 和强迫劳动恶行 他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制裁 他们这种外交的转的方式 演给他们所做的一系列的罪行 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承认 对维吾尔人执行的种族民 反人类罪行 他可能会改变政策形式 但是这个压迫以后也不会停止 西方国家怎样对俄罗斯采取妥施 然后他们也对中共采取这些妥施 那个时候中共才可能会停止反人类罪行 总部位于慕尼克的世卫会发言人迪里夏提 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 指近年欧美国家就新疆人权问题 采取的制裁措施让中共棘手 而近日德国大众公司新疆试验跑道项目 涉为吾尔人强迫劳动 就再引发国际社会撻伐 因此这个敏感议题 令王毅失去大国外长风度 再现带有脅迫性的战狼姿态 除了为中共21世纪的种族灭绝 和奴役政策洗地 也有利有分化民主国家的意思 国际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这个制裁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迫使中国进行辩解 中国的外长战狼似的带有恐吓 脅迫性的这种身影 利用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个平台 掩盖中国政府 针对维吾尔所推行的种族灭绝 分化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有效的国际行动 企图来缓解自身的经济问题 而中国已经无法将维吾尔的问题 局限在中国内政的问题 维吾尔的议题是国际问题的一部分 周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面 重复了王毅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战狼言论 再次指新疆社会稳定 西方政治势力 编造涉疆谎言的目的 就是要搞乱新疆 自由亚洲电台《湖水南》报导 来自按周二续审 自引苹果副社长的陈佩敏确认 增设英文版的提议 最初是由专栏作家冯熙乾提出 国际文宣线是英文版的目的方向 听下吴亭康情文报导 案件踏入第29日审讯 继续由控方向第二位控方证人 试任苹果副社长的陈佩敏作主问 问到苹果筹备推出英文版的过程 指黎智英曾在2020年5月10日 在WhatsApp创立English News的群组 黎智英同日在群组向张建雄传达信息 提及逢希乾提出英译新闻电子版想得过 反正现在翻译网站翻译成本低又快 并且叫他们先作商量 陈佩敏指 冯熙乾曾经文章里提及 英文主流报章得回南华早报 他觉得苹果日报都可以搞英文新闻内容 控方其后引述冯熙乾相关文章内容 当中提及国际文宣线 控方就问 那个是不是苹果推出英文版的原因 陈佩敏就说 是这个方向 解释黎智英是群组的演绎 认为英文版对苹果有保护作用 如果国际社会有很多英文版读者 苹果受到打压 国际社会会支持 又指黎智英曾经提过 说有些美国政治人物 因为这样订阅就好了 控方展示的另一段讯息就显示 黎智英转发 他和一位叫Mark的人士的对话 黎智英表示 希望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订阅苹果 陈佩敏解释说 他理解黎智英的想法是 如果彭斯都是苹果读者 会令英文版有很大知名度 并且补充说 如果苹果受政府打压 可能会获得国际社会支持 港府就要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而压力可能是言论上的谴责 又或者是采取一些制裁行动 而陈潘文确认黎智英曾经表示 英文新闻只需要包括外国读者都关心的大新闻 而评论观点无需持平 只需要包括偏黄阵营的观点 他并且同意英文版期后有采纳相关方向 又指英文版报道中国新闻的角度 是对中国比较批判 控方又提及苹果 在2020年5月11日 在A3版刊出的报道 标题是 提及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 向黎智英传送一篇关于 母亲节的英文文章 并询问苹果可否刊登报道 黎智英之后转发文章给陈潘文 内容提及警方 在5月10日母亲节 任意拘捕市民和记者 最终苹果在第二天 刊出了相关报道 而电子版就有刊出传闻 另外控方展示张建雄 向黎智英对英文版的初步救思 陈潘文指 在聘请冯伟光之后 由冯伟光根据黎智英的准则 挑选新闻 认为黎智英想要有关中美关系 或者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关系 等的议题 而就张志偉曾经的讯息当中 提到打国际线 陈潘文说以他的理解 黎智英一直都有这样的意思 而张志偉提及的国际线 和冯熙权的国际文宣线 类似 认为张志偉只是利用当时 社会运动参与者 经常用的字眼 但是他说 我不可以代他解释 法官李云藤就问苹果当时 有没有参与在社会运动当中 陈潘文就回应说 我不会用参与去形容 他解释 苹果当时是较为支持 和諒解示威者处境 而打国际线 可以寻求外界对苹果和示威者的支持 重新来自英推英文版 就是想获得国际的支持和保护 自由亚洲电台 吴亭康情文报道 接下来有几只新闻简讯 在香港 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被指发文呼吁市民参加六四集会 原审被裁定罪成判囚 之后上诉得值 但律政司提出终极上诉并获胜诉 周幸彤恢复原审定罪 高等法院将在周三宣读刑期上诉的判词 另外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庭 被指披露警司尤乃强受联署调查一案 早前虽然上诉得值 但律政司已经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 案件将在下个月7日聆讯 河南贸易部长范女文表示 由于担心半导体设备生产商艾斯摩尔的设备 被中国用于军事的目的 当局最近决定撤回艾斯摩尔部分对华出口产品的许可证 范女文在书面回应议员查问表示 中国着眼于引进外国专业技术 包括荷兰在光刻领域的专业知识 以促进军事技术发展自给自足 而艾斯摩尔的设备可以制造用于 高价值武器系统 和大规模撒伤性武器的先进半导体 荷兰政府在审批出口许可时 会着眼于不良最终用途的风险 对于被问到政府当初为什么批准艾斯摩尔 向中国未公开客户出口多种设备 范女文就没有正面回应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一名员工 在社交平台发问 指小米将在发放年终奖金前大规模裁员 同时透露自己入职三年 年终一次都没有获得过奖金 消息一出 小米的股价下跌了3.7% 周日是香港收报12.92港元 小米集团公关经理黄化周日 随即在微博澄清 说并没有任何裁员的计划 又说 仅有基于年终职校巧合的正常人员调整 日本经济新闻周日发布最新的文调 显示接近九成受访日本人感到中国威胁 约七成半人不喜欢中国 只有百分之六的受访者表示喜欢 有关的调查在去年通过邮寄的形式进行 询问了日本人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友好感 回答不喜欢中国的受访者 达百分之七十四 已经连续六年超过七成以上 回答喜欢中国的只有百分之六 感到中国威胁则高达百分之八十七 报道指能和中国的纪录相比的国家是俄罗斯 百分之八十八的受访者感到俄罗斯威胁 不喜欢俄罗斯达到百分之七十五 这个数字是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 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七成以上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节目 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会收听收睇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 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这终结束我们的节目 从 Washingt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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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바라�包括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